1976年,瑞典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頒獎禮現場 一位年輕的華人物理學家獲頒物理學獎 絕大多數從發現一個現象到達諾貝爾獎 通常等20年等30年 那個時候他們大概一絲糊塗 所以可能太衝動了 所以不到一年半以後就給我們分享 30年後,這位諾貝爾獎科學家仍然緊守工作崗位 研發著一個將會在太空運行三年的粒子碳測器 這項太空實驗已經耗資15億美元 相對來說,他用的錢用在國防上 用在吃飯上面的錢少多了 下集環為10萬元 他是丁城中 10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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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Go 这里是瑞士日内雅和法国接洋边界 不用出国公干的日子 丁绍终每早上都会和太太Susan 开车大约20分钟 由法国的一边经过海关 去到日内雅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开始一天的工作 全球研究基本粒子的顶尖科学家 大约20多位 丁绍终是其中之一 1977年 他获邀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之后 不同国家的科学院 也相计邀请他加入 其中包括 令他觉得较为特别的一个 1988年苏联科学院选我做外籍院士 苏联时代他的科学院里面 外籍院士是很少的 因为外籍 他开会的时候 所有的院士能讨论整个科学的研究 拿努布尔奖是对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荣誉 因为我做的实验都是比较困难的 从理论来说 很多人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万事万物包括人类 从物理学角度都是由基本粒子构成 在上世纪70年代初 科学界普遍认为 所有的粒子是由三种夸克所组成 不过丁绍中就怀疑这个看法 为了寻找第四种夸克 他决定建造一个高灵敏度的探测器 带领一支不够20人的小组 进行实验 找新例子是很困难的 等于在内瓦下雨的时候 每一秒钟有100亿个雨笛 其中假设有一个是有颜色的 你要在一秒钟里面把它找出来 所以还是说比较相当困难 实验进行了两年 丁绍中就找到他心目中 这一份有颜色的雨点 1974年 他成功发现一种新粒子 丁绍中将它命名为J粒子 因为J在量子力学上代表电流 为什么J粒子非常重要呢 因为原理是非常非常简单 它的寿命 J粒子的寿命 比所有粒子的寿命长一万倍 这什么意思呢 你比方说香港人活100岁 广东人也活100岁 假设你忽然在广东找到一个村子 里面的人活100万岁的话 这表示这些人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说 我们对基本粒子的了解是不完整的 所以一定有第四种口口 现在这就是说 把原来所有人的观念推翻掉 J粒子是重大的科学发现 但是丁绍中在1974年夏天 从实验之中观察到J粒子之后 他没有立即向外发表 反而重复检查实验的结果 直至11月才正式宣布 宣布发现J粒子的同一个月份 我想请穆栏子的作绍 非常忙碌 敬礼